台北限定兵队被指控违法办案 今年2月调查网络贩售军方文件案时 没有搜索票就进入了民宅查案 新兵表示 是在民众签据了自愿受搜索同意书之后 才进入调查并无不法 不过出面指控的民众否认签署文件 双方各说各话 台北限定兵队2月调查一件网络上贩卖民国50年代 60年代军方文件案 限定兵队人员2月19号以购买茶叶为由 约出当事人后 读问证明民众是否持有贩卖相关文件 并涉嫌账务罪妨害秘密罪嫌罪 要求证明民众带限定兵队人员回家调查 不过证明民众公开指控 限定兵队在没有搜索票的状况下 以威胁语气要求跟他回家调查 但宪兵指揮部对此表示 是在卫姓民众签据 自愿受搜索同意书后 才进入民宅调查 卫姓民人也是很配合 也并且来签署了 自愿受搜索的同意书之后 我们宪兵的同仁才到家里面 有如果有事也是应该在宪兵对那边去签署 因为那这边他只要我的身份证 所以在搜索完之前都没有 没有应该没有 我记忆中因为我真的吓到 我记忆中应该是没有 魏先生是否在带宪兵的人员返家前 就已经签署自愿受搜索同意书 关系到宪兵调查过程 是否有违法的状况 另外魏先生还指控 有两名军方人员 三月一号约他在超商见面 拿出一万五千元 意图封口 要他签切结书 不要再对外谈这件事情 专案奖励金一万五 还有一个信用袋 我看到有钱那是应该是一万五 另外一个切结书 不晓得什么一回事 我到现在没啥啥了 一下子又说我两项罪 一下子我对国防部有功 这一万五千块 绝非我宪兵同仁 所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 国防部也在 进一步的了解之中 县民指挥部也表示 国防部正在调查 三月一号和魏先生 见面的两位人士 不过整起事件 双方许多疑点各说各话 谁是谁非 恐怕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才能确认 记者有张崇 陈柏玉台北报导